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枪抢劫案为同意把手枪射出 好 终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是胡志军了 老周 你怎么好像不那么兴奋 这个结果在我心目当中早就有数 剑方 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结果 我知道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抓住胡志军 但是这个 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阶段性的胜利吧 毕竟 我们终于可以并暗了 怎么了 生气了 只是 unconscious 渣� 날健 渣慨 老婆 老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都城市公安局的徐局长 他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连夜从都城市赶过来的 这位是都城市刑警队队长周铁 这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胡志军的案子就是一直由他全程负责 这次我们将抓捕胡志军的任务 就交给周铁和陈建峰来联合执行 下面由陈建峰来介绍一下 三起案件发生的具体过程 是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胡志军所做的第一起案子 发生在都城市 时间是1999年8月16日 胡志军伙同余杰和威两名同伙 持枪抢劫了都城市有机合成公司的提款车 在银行门口开枪 在银行门口开枪 造成三死两伤 抢得现金 六十一万元 于捷落网 何为自杀 胡志军潜逃 2001年6月5日 胡志军持枪抢劫了 岛会人 王德斌 抢得现金 三十万元后逃逸 王德斌重伤 前几日 2004年6月25日 胡志军持枪抢劫了岛会人赵南 由于赵南事先将现金转移 胡志军没有抢到钱 赵南死亡 由于胡志军拥有一个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显著特征 干脆利落 因此我们在现场可以掌握的证据和线索非常少 也很难由此判断出他的行踪 现场是会说话的 不管他留没留下什么线索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胡志军的个人资料 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 至于他现在还在不在齐牧室 我和陈队长还有不同的看法 我在案发十分钟就已经下令全程封锁 铁路公路机场全线封锁 我认为现在胡志军仍然留在齐牧室 五年来他和我五次擦肩而过 我了解他反侦查和逃跑的能力 他对逃跑绝对是行家离手 十分钟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还有 全程搜捕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还没有胡志军的消息 这个我也不知道 好了好了 咱们先不要争取这个问题了 至于胡志军还在不在齐牧室 咱们先做一个未知数 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最后要抓住他 无论他在哪儿 我讲两句 不是说老周是我的老同志 老战友 我就偏向老周的说法 我和老周也是一起经历了816结案 说起胡志军他确实是个高手 他极有可能已经逃离了齐牧室 因此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重点 应该放在 签订胡志军的潜伏地 当然 胡志军 仍然有 藏匿在齐牧室的可能 因此 我们要继续实施 全县的封锁和排查 徐局说得对啊 胡志军 他如果在齐牧室 我们挖第三尺 也要把他挖出来 他要是逃了 即使逃到天涯海角 我们也一定要将他捉拿归案 是 是 老周 局长 你好你好 怎么样 对案子有感觉吗 我相信我的判断 你啊 又让我想起了五年前的你 五年前 五年前你的那种自信 要找回来了 局长您坐 哎 哎呀 五年了 现在我反而感觉 轻松了喜多 背水一战 没有退路 我觉得 你的那个搭档 不错 很厉害 你是说陈建峰 嗯 他确实是考验的 你知道吗 他让我想起了 过去的我 哎 两个周铁夹在一起 胡志军啊 只会有的瘦了 还有跟我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地方 说不好 他到现在也没结婚 我总觉得 他比我更像一个纯粹的警察 他很自信 今天在会上 他的观点被我们否认了 怎么样 咱们过去看看他 您怕他 倒情绪吧 我想不会吧 如果换成你 你会吗 我怎么会呢 那去看看 来 进 建峰 你看谁来了 许致 对 对 很厉害啊 这些东西 早就想把它撤下去了 怎么了 迟迟抓不到胡志军 我哪还好意思挂这个 你们俩笑什么呀 没什么 我们来啊 也没别的事 就是想跟你聊聊 你啊 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压力 我们都相信你的实力 也期待着你的表现 明白 好 你跟老周啊 各有各的长处 你们俩合作 一定会有个好结果的 这个啊 我和老周也有同感 那行 那你们俩忙吧 我走了 局长 您怎么着 要走 不 我还要再待几天 等案子有了进展 我再回去 那行 那你们忙 好 就这儿 我送给你 不用 好 好 建峰 终于并案了 是啊 现在 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合作 怎么样 重新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西墨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陈建峰 都城市刑警队长周铁 太好了 姐夫 天天上了火车 刘川四方的逃犯得有多少 那能怎么办 你敢没感觉到 站台好像安静了不少 是 有秩序多了 警察又严打了吧 可能吧 也不是严打的时候啊 看什么呢 那能出谁 这是新张天的通缉令吧 好像是 怎么了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 你见过 不行 我得去报案 就现在 站住 我是警察 你确定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错 而且照这上面的时间段 这段时间里只有他了 请你跟我到局里去一趟 好的 你见过胡志军 不会错的 我确定他在三点二十五分左右 骑上车的 当天的火车大概晚了十分钟左右 当时我们已经关车门了 这个时候他在急匆匆地跑上来 像他这种临时冲上车的人 经常有 我们也没有多管 教育一下就算了 真是没想到 你干嘛 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没事 有票吗 有有有有 有票也不行 我现在想起来 他当时的表情和举动确实很反常 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 中间 曾经在风光小镇停过 再开车就没见过他了 好 谢谢你 你可以走了 好 来 吃吃 来 吃吃 来 吃吃 到处 见帮 马上给风光小镇打电话 好 这 这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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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风光小镇派出所吗 我是齐木市公安局刑警队长陈建峰 现在有线索表明 一个名字叫胡志军的逃犯 潜伏在你们那里 马上组织警律 进行搜捕 五年之内 所有的外来人口 都要进行排查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们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通缉令马上传承过去 给风光小镇报告统计令 是 怎么样 他们说了 尽一切警力进行调查 好 真是没想到 胡志军又跑了 是啊 真是没想到 胡志军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功逃脱 现在我相信了 他果然是个一流的家伙啊 建峰 你也别太在意 每个人的判断 都有失误的时候 我没什么好在意的 相反 我对这个对手 很兴奋 他不太在意 他不担心了 在意的 他不担心了 最近风筝很紧张 重点 最近风筝很紧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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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吧 你少跟我来这套 干什么 什么意思 这些人你先拿着 我只是经济上 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你放心 只要再容我十天半个月 剩下的 我肯定全输给你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 每一刀都弄出来了 我承认 今天晚上是我太冲动 对不起 对不起 干我这行的碰到你这样的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也很难啊 弟兄们要吃饭 我就是要钱 也不多 二十万而已啊 二十万 没错 我知道你不是沈游的灯 你那有你拿钱的道 这我不管 爱这么弄来 那是你的事 啊 反正 钱给了我 我们就两亲 从此不来往 怎么样 能这样最好了 那好 我们定好 也别两个星期了 一个月之内 把钱给我交上来 要是交不上来 你以为我还会像今天这样给你流口气 此时的不知君 开始有了穷途莫顾的感觉 抢劲已经失手了 债主又步步相逼 他现在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我 逃出黑道的事业 抢劲 我站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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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老虎 你到底怎么了 你肯定不是身体不好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在外面遇什么困难了 生意上的事 你能不能不做生意了 干点别的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能不能不做生意了 天天都闷气跑的 太辛苦了 我也想 你也这么想 对 我最近一直在想 要不然咱们离开这 什么 我是说 要不然 咱们离开这 我再也不做生意了 走 去哪儿啊 回我的老家 我一直都想回去 我在那儿有现成的房子 咱们把这儿的房子卖了 回去 做点小买卖 开个饭馆小铺什么的 那该多好 好 就这么走了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你突然跟我商量这么一件大事 我都好好考虑考虑 好 没事 如果你不愿意 就当我没输 来 我先给大家做个检讨啊 由于我的判断失误呢 使很多同志白白忙了几天 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精备 昨天 我们得到了一个最新消息 胡志军在作案的当天 已经离开了齐牧市 这个 是我世间一直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已经排除了胡志军在齐牧市 乃至于在全省潜伏的可能 那么现在胡志军 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们不得而知 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胡志军 是个典型的十分钟罪犯 他是经过了反复的策划和跟踪之后 果断出手 得手之后马上逃跑 用抢来的钱生存一段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里 他是个绝不犯罪的 好人 这种罪犯是罪令我们头疼的 他现在随着离开了齐牧 好像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但是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近期重返齐牧 陈队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他会重返齐牧呢 根据推测啊 胡志军这次肯定是在经济上 昨今见者的情况下到这里作案的 但是这次他是空手而归的 空手而归的他不可能就此折服下去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为什么不会去别的地方作案 难道没有可能他去别的地方抢劫得手吗 这就是我们的分析了 根据犯罪行为心理学的理论 胡志军有着极顽固的心理定势 比如他对枪支的依赖 屡次潜入本地 作案现场如此惊人相似等等 无不说明他的作案习性是根深蒂固的 他要想改变这个定势 基本上不可能 这仅仅是一个推测 推测也是破案的重要手段之一啊 我们不能只看见眼前确实的证据 这样会使我们的思路变窄的 即使胡志军他会重返 我们有什么手段能把他抓住呢 他已经从我们手上逃跑两次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和老周呢也很伤脑子 不过请同志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请同志们相信 我陈建峰一定会抓住胡志军 先讨论 咱们是昨天 ocar顿 指望眨KE 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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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存绩 先讨论 安排 先讨论 一顽 先讨论 行讨论 想想 我们费了多大约在这里生活下去 已经五年了 突然说要走 这有点想不通呢 行 想不通啊 现在别想了 咱们周末出去玩玩吧 出去玩 去哪儿啊 城外不是有个庙吗 我想去烧烧香拜一拜 你什么时候信这个了 最近剩意上不剩 我想去除除晦气 成 那就去吧 去完了 去完了 小心点 别摔了 你看他寒了 高兴 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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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去哪路的嘛 小心点 行事紧慎 是胡志军一贯的作风 这次出游 一方面像他说的 要去庙里拜一拜 楚楚身上的晦气 而更重要的是 他把这 看作举家逃跑的一次演习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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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您好 您好 我是周铁 最新的消息您都知道了吗 听说这次胡志军是一无所获 您是怎么看的 能不能给我点提示 我分析过了 他一定会回去的 他的心理定势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 太好了 有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没有专家的助阵 我总觉得自己的观点立不起来 是是是 先生 先生 叫我 我看你是全家和睦 芙蓉欺贵 所以 走吧 走吧 你别说了 我们不算命了 你说下去 算了算了 刚刚说两句难听多凡人 先生 凡事信则灵 说 往下说 我说先生走大运 什么 逢兄话及 心想事成的大运 谢谢 谢谢 在我最倒霉的时候 能听到你这句话 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你疯了 你疯了 走 这人 走 乐乐 走 走 丁教授怎么说 丁教授说 胡志军离被捕不远了 那还用丁教授说 我就不相信胡志军会走得更远 老师 这人 你 去 跌 别 想 老师 不要 你 我 现在 我 你 个人 自己 你们 你 我 不 你 是不是 我 你 是 我 后 你 你 你知道吗 自到我穿上这层警服到现在 胡志军 是第一个 从我手里头跑过的罪犯 我也是第一次等个罪犯 等了三年 这次他来了 没想到他居然又跑了 我用了三年用户案件上网的程序 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万能的准备 不管是不是胡志军 只要他来他就跑不出去 剑方 我们就当做教训他 起码我们领教了 估计军的反侦察和逃跑的能力 教训 我们用一条生命 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别再因为这件事情 自责自己 再厉害的警察 也不能在罪犯犯罪之前阻止犯罪 我知道 自责是没有用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设好圈套 等待胡志军第三次出现 第三次 对 第三次 我要等到第三次 第三个人被打伤打死吗 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他第三次又跑了怎么办 我们就是在第三次抓住他 如果他又跑了 我都不知道 我还有没有继续做警察的心意 警察 你相信我 胡志军从我手里跑了五次 我当时比你还痛苦 我也偷偷地写过辞职报告 但是 我相信 胡志军 不会永远都运气这么好 我相信你 但是现在 我已经不早相信我自己了 你的判断力是没错的 只是 胡志军的运气太好了 如果那类火车没有晚点十分钟的话 他已经落网了 就是因为这十分钟 是一个无辜的人 白白地死去 我们是警察 不是医生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住罪犯 我们抓住了罪犯就等于挽救了生命 你说得对 老周 你说得对 来 二八八 中奖了 陈队 来 陈队 陈队 老周 你认为胡志军还要多少时间能来 你问我这个我也不好说 估计两三个月之内吧 一个月之内可能吗 怎么了 我想赌一下 赌 怎么赌 明年开会的时候 我想向上帝提出请求 在一个月之内实行零点汇报制度 零点汇报制度 那是什么 简单地说 就是一次全面的延档 我想把整个期末式划成不同局域 然后足迹责任导人 把全程的努力都发动起来 保证每个局域每天二十四小时 都能有专人负责安全问题 在每天零点 各单位各部门 将一天的情况全部抵较上来 这样在一个月之内 我们可以得到全市全部的信息 这么大的动作 所以说只能维持一个月 我同意 你同意就好 明天开会的时候 我啊 我就把这个提案 写上书面报告 递交上去 但是啊 剑锋你考虑过没有 如果胡志军一个月之内没有来怎么办 谁俩负责的责任 剑锋 嗯 我们两个 都需要冷静下来 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 好吧 行 你忙吧 进 早收啊 一夜没睡 走吧 开会了 等等 等会儿把这点洗完 好了 走吧 你考虑得怎么样 好了 我们不是赌胡志军一个月必来吗 嗯 如果他不来所造成的损失 由我一个人来付 既然这个材料是我写的 责任当然由我来付 剑锋 就看在我抓胡志军五年的份上 好吗 好吧 谢谢你走 开会去 来 我来 回到家的胡志军 心态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他不再一门心思考虑逃跑的事情 而是看到了转机 至于这转机 可能仅仅来自于路边的一个算令先生 我说先生走大运 逢兄话迹心想事成的当地 建峰啊 你说你要实行一个新的举措 是什么新的举措啊 我所谓的新举措 叫做零点汇报制度 也就是一次全面的严打